大家好,我是马小超 去年举办的龙虎争霸赛 相信大家都还有印象 这个模式在推出之后 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不过之前只有在比赛中 才能体验到这个玩法 日常游戏中是体验不到的 前段时间改版后的龙争虎斗模式 开放了一场测试服 由于名额有限 所以很多人还是没能体验到这个玩法 那我自己是参与了这次测试 将从去年从小组赛 打到总决赛的参赛经历 对这个玩法算是了解的比较深入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 改版后的龙争虎斗玩法是怎么样的 1.基本玩法介绍 龙争虎斗模式和平时我们玩的三战完全不一样 它是一场120分钟的团队争夺战 前30分钟配降准备时间 后面90分钟正式对抗 人数从之前的150人改成了90人对抗90人 在游戏过程中 双方团队可以通过打成和对战获得积分 比赛时间结束后 积分高的一方获得胜利 那如果打掉对方大本营也能直接取胜 游戏过程中 打成不需要铺路也不需要打地发育 除了石头外其他资源都是无限的 武将上来就是40级 战法点也是用不完的 游戏里真兵行军重伤恢复等 都是加快的速度 节奏很快 还能用战功买兵买石头 简单的来说 这个模式里去掉了平时玩法中的法语环节 玩家上来就可以直接开干了 2.改版后的龙虎争斗玩法要怎么参与 这次改版之后 龙虎争斗变成了日常玩法 等到每个赛季没事做了 都可以来匹配参加 从测试服的介绍来看 每个赛季可以参加两次匹配 每成功参加一次比赛 就会扣掉一次匹配次数 玩家可以个人匹配 也可以组队匹配 但组队的话 只能和自己一个区的玩家组队 比如我要组队 可以加入别人的队伍 也可以自己当队长创建一个队伍 队伍人数大于等于20人 就算组队成功了 组队成功之后 队长可以邀请别的小组组成军团 也就是说一边90人的团队 是可以完全开黑的 那这个就不知道以后的匹配机制 是怎么样的了 如果散人匹配到的是开黑的团队 那肯定是没得玩的 所以希望未来的匹配机制 也是散人匹配散人 团队匹配团队 3.参与后有什么奖励 每场比赛结束后 根据比赛的胜负 个人攻勋排名 会获得对应的龙虎币 用龙虎币 可以在副本商店兑换奖励 这是测试服 唯一确定的只有一个金珠奖励 其他有什么还不知道 我预测一下 过去户部商店的残券 金货部很大概率是有的 两次的活动 参加几次换一个残券 应该不算过分吧 第二种奖励 估计会有一些外观特效 比如头像框 聊天气泡 称号 这些不影响游戏平衡的 大概率是会有的 最后预测的一个奖励 是功勋值 因为现在每个赛季 可以用300功勋 换一到两个考木残券 相比以前功勋值 是要缺的更多了 但出现的概率 可能不是很大 因为也可以直接用金珠买 功勋值给多了 就会影响一部分营收 那这个就看官方怎么想的了 4.对这个玩法的一些建议 龙虎争斗模式 是一个实时对抗的玩法 团队的指挥 和成员的执行力 是至关重要的 散人去匹配 没指挥 没执行力 根本不用打 所以大家以后 在参与这个模式的时候 都尽量组队去参加 另外游戏里 有一个战术特性玩法 比如默契 有缘分的队伍 提升武将全属性40点 等于每个人 多了160点属性 随便一个战术特性 都能让队伍提升好几个档次 因为游戏的准备时间 只有30分钟 临时去想这些队伍 时间肯定是来不及的 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功课 比如像我这样 在去年参赛期间 对每一种战术特性 都做了一个共存表 这样游戏里 抽到哪个战术特性 直接出队伍就可以了 这次版本更新 也多了很多新的战术特性 那在后续体验之后 我也会把这些新的战术特性的队伍 分享给大家 这次龙争虎斗的改版 我觉得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游戏节奏越来越快 每个赛季的拉枝时间 越来越长了 很多人在赛制幕 不知道去干嘛 甚至脱坑去玩别的游戏 那多了这么一个日常玩法 肯定是能提高玩家的游戏粘性了 就是我觉得 每个赛季只能玩两次 次数太少了 一个赛季一个月 甚至两个月的拉枝时间 完全可以每周玩两场 另外还是前面说的 一个匹配问题 如果匹配机制不完善 散人会匹配到组队开黑的 那对散人玩家来说 毫无游戏体验 到最后只会沦为一个 混奖励的工具罢了 不过以上这些 只是测试符的内容 不代表最终正式上线的结果 后面上线会变成怎么样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